來到海客館去探索館 原本免費參觀 但最近三樓展廳卻改為收費 六歲到六四歲的民眾 又會價三十元 未來要收五十元 引起附近居民反彈 他就是想說裝個熱水 結果他要進去他要三十塊 就裝個熱水而已也要三十塊 真的是太誇張了 所以我們才知道 不然我們本來也不知道 食用者付費啊 對不對 不然你就是說 他命也不更新 他人都鋪定那裡而已 一個人進來應該收啦 不然你黏著電搜 你要幹什麼 對不對 他也是會消費 也會有那些垃圾啊 遊客來是來參觀 霸豆子魚村的 不見得會進到驅探館 那其實他階段性任務 其實已經也達到了 三十塊其實遠不及於 我們每年花在驅探館的費用 我們每年花在驅探館費用 包含人力清潔還有修散 大概有將近千萬元的一個花費 那收這三十塊 其實真的遠不及我們所花費的 但我們希望透過這三十塊 能夠讓真正參觀的遊客 真的是用心 能夠真的去了解這個 八豆子魚村的一個濃縮的一個展廳 館方強調只有三樓的區域探索館要收費 其他一樓旅遊資訊中心 二樓還有四樓的景觀餐廳一樣維持免費 而收這三十元其實也為了要規劃其他的新展區 一樓二樓跟四樓其實都是開放空間 我們唯一收費的其實就是那個區域探索廳 那這個區域探索廳其實是一個展廳 那這個展廳其實未來其實還是要有維運的經費 那未來我們整個要做展向更新 也是要有費用 海客館強調周邊六個里的里民 還有每周三金融市民免費參觀的優惠制度 都還是持續的進行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